首先来看的是中华职棒中信兄弟相 下午正式签下了明星外野手周董周思琦 是以五年复数约最高达3300万的价码 留住了这位中职MVP 更让周董从月薪28万一下子跳到了45万 现在他的身价仅次于恰恰彭正名 明星外野手周董周思琦在合约上签名 正式告别自由球员的身份成为中信兄弟相的一员 这份五年的复数合约总价值最少3240万 最高可达3300万元 平均月薪超过50万 而周董今年的薪水也将会有45万 晋升为球队的薪水二哥 仅次于恰恰彭正名 第一年是90场的出场数 后面几年就是80 如果都达成出场数的话 每年在每个月的月薪都逐月加5万 中信兄弟签下周思琦后 还剩下三位球员还没有谈拢合约 分别是林玉清 已经选秀选进的林薇柱和谢荣豪 丁正陈正宏表示 三人的经纪人所加过高是紧要关键 林薇柱呢基本上是我们还在跟他谈 可是问题是这个经纪人 他一定要三个球员一起跟我们谈 那从这角度就是 他的要求 他的期待 真的跟市场的行情 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至于选校状元郑凯文的合约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但球队表示 为尊重选手意愿 不方便透露相关讯息 而陈正宏也提到 球季开打前 将会推出传承版的新球衣 请外界不必担心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